可是另一年我們在這個春夏 真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們 不管是從我們的顏色上的選擇 還有材質上的挑選 都能夠帶給大家 像花一樣的那種燦爛的感覺 對 其實我覺得像以前我選擇包款 可能就會很注重實用性 然後就是可以譬如說背包啊就好了 功能好 夾乘多 但是現在因為面相變得不多了 我反而會嚇死後梗了 變相變多了 反而覺得要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場合的包包 變得非常的重要 對 我覺得適合自己的場合呢 當然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選擇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摩天輪 對 上面有五個包款 我們一一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來 第一個呢 再來 這個叫給琴迷 好 第一個呢 是歐式琴迷的包款 其實這個以前會覺得我好難駕馭喔 是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非常的有氣質 可能真的今天是要穿泡妝的那種女生 但以前因為可能真的比較小女孩一點 是 比較適合穿膨裙 但膨裙拿這種包包就會覺得 有一點不適合 我們用色杯的方式 沒錯 然後它就是非常就是 呃 讓大家感覺起來非常立體的設計 而且它雖然看起來很俐落 但並不會覺得這個女生很難清淨 對 不會覺得這女生的個性很硬 對 反而是一種很完美的柔和 因為它的這個紫偶色 還有我們後面的這個黃色喔 是 就是帶給大家很女人味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 如果你今天是 呃 也挺到了小主館的這個位階的時候 對 好適合這個包款 對呀 或者是要去喝洗酒的時候啊 對 真的 然後裡面可以多放幾個紅包跟洗糖 帶回家 好來 第二個包款呢要跟大家分享的 還有這個好可愛 這個呢就是 繽紛彩樣的原點系列 對 而且其實呃 貓頭鷹一直都是Bossaline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很重要的 對 但是這一次的貓頭鷹呢其實 它變俏皮了 真的 因為它躲起來了 對 它已經不是貓頭鷹 它不是貓頭鷹 是 這一次是捉迷腸氣力 對 所以你有一些小巧思你要仔細的去看 你才可以發現說 喔 原來貓頭鷹在這裡 對 它是躲貓貓頭鷹 對 但是它還是維持著我們一貫非常繽紛 然後非常頭緒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沒錯 你看這樣的小圓點 再來你看它還是後悲式的 如果你今天是可能要去不一樣的地方旅行的時候 要把雙手空出來拍照的時候 對 這個包款就很適合 或者是你要去遛狗的時候啊 也是 對 然後想說遛狗也知道 非常好 還可以把那個人的狗資料也放裡面 對 好的 這個包款我覺得也很適合陳婷你某種很重要的個性 就是豪放不羈 然後又帶給大家帥性的感覺 欸有不羈嗎 不羈我的意思是說 不會給自己設限太多 什麼都敢嘗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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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我對不對 蛤 這個女孩 那這個包款帶給大家是龐克女爵的感覺 對 它其實就是比較俐落 然後這個包款比較大 可能就是適合今天是裙 酷庫裝 嗯 然後比較俐落一點的裝扮的時候 是 而且其實這個顏色也非常的好搭 沒錯 尤其是大家都會想說這種包款啊 可能是會用比較軟的皮質 是 但其實這個很特別 它還是用硬挺的皮質 所以它的整個型會非常的俐落 帥氣 嗯 對 而且你看它那兩邊的扣子的設計 就是發想來自於軍中的這個雙排扣 是 就是更有帥氣的感覺 對 好 謝謝 所以以後落軍的時候可以背這一款喔 好